Turn on the TV screen See the world unseen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向纽西兰发出的明确讯息 不要冒险 在中国总理李强访问惠灵顿之后 纽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带回了这一警告 在这次访问中 中国强调了与纽西兰的经济合作的重要性 并暗示了纽西兰若考虑加入AUKUS协定可能面临的风险 这次访帝 问的背景 讨论的议题 以及其对未来双边关系的影响 都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某个晴朗的日子 纽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 在飞往惠灵顿的航班上 心情难言紧张 毕竟他即将迎接一位重量级访客 中国总理李强 而这次会面 注定不会只是一次简单的握手之一 你还记得吗 上次有中国这么高级别的官员来访 还是2017年的事 这次 李强除了惠灵顿 还顺道去了澳大利亚 这可不是为了看袋鼠 而是北京的魅力攻势之一 甚至还带着大熊猫来个动物外交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外交官杂志提醒大家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可是用尽了甜言蜜语 来强调两国的巨大利益 似乎暗示着某些更棘手的问题 比如AUKUS协定 可能在幕后悄悄讨论 你知道的 就是那个美国 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协定 一到惠灵顿 李强的发言 更是让人觉得蜜糖不够用 中心关系始终站在中国 与发达国家关系的最前沿 李强说 如果我们保持这种势头 未来一定是光明的 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 没错 这跟纽西兰国家党2008年的竞选口号一样 更光明的未来 当时约翰基成为总理 预示着与中国贸易的黄金岁月开始 美好回忆与现实的碰撞 别忘了 2014年习近平访问纽西兰 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那时候 中国成了纽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 2017年 李强的前任访问了纽西兰 真是好日子不断 今天的状况呢 纽西兰经济正在衰退 与中国的贸易也变得动荡不安 根据最新的贸易数据 双边贸易首次下降 对卢克森来说 更令人担心的是 纽西兰对中国的商品出口下降了近9% 从200.7亿纽西兰元 降至183.4亿纽西兰元 这些数据可不容小觑 虽然随着中国游客恢复访问纽西兰 服务出口如旅游业有所回升 但整体出口仍下降了约2% 这让卢克森心里不禁止打鼓 他可是承诺要让纽西兰重回正轨的 李强的魅力攻势和纽西兰的抉择 李强的访问 毫无疑问是精心策划的经济重点访问 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中国总理的到访 为卢克森提供了一个机会 讨论如何扭转 这一令人不安的经济趋势 然而幕后的戏码才是重头戏 欧克斯这头大象 可是一直在房间里蹦来蹦去 纽西兰外长温斯顿·彼得斯 此前已经证实 中国外长王毅在三月访问惠林顿时 提到了这个问题 中国驻纽西兰大使王小龙 对欧克斯的态度更是直截了当 这位大使反复强调 欧克斯是一个军事联盟 甚至说这个安排明确而毫不掩饰地 旨在维护美国的霸权 并遏制其他国家的发展 他还补充道 加入这样的联盟 不会使任何国家更安全 也不会使亚太地区更加稳定 他最后指出 他希望纽西兰在做出决定时 要充分考虑自身的长期根本利益 未来的选择 唐一还是批双 这无疑是非常直白的警告 换句话说 如果纽西兰参与欧克斯 中国显然不会拍手较好 李强的纽西兰之行 表面上看来是一次友好之旅 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带有潜台词的警示 你们有很多东西要失去 卢克森面对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 一方面他需要稳定纽西兰的经济 这意味着不能轻易丢掉中国这个重要的贸易伙伴 另一方面地缘政治的现实 却让他不得不考虑欧克斯这样的战略选择 卢克森的沉思与决策 在与李强一番推心之腹的谈话后 卢克森能感觉到自己处于一个关键时刻 他得考虑的不仅仅是双边经济利益 还有更深层次的国际战略问题 中国的魅力公式 无疑让人心动 但其背后的潜台词却让人心寒 卢克森要做的不仅是简单的经济计算 还有政治上的权衡 这次会面之后 卢克森可能会更加艰辛 纽西兰需要多元化其贸易伙伴 不能过于依赖一个国家 同时他也不能忽略 中国在经济上给予的巨大支持 这是一场需要智慧和勇气的平衡游戏 李强的访问让我们看到了 中纽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 卢克森作为一国之首 不仅要在经济上做出正确的选择 还要在国际舞台上保持平衡 这次的会面 无疑给了他很多教训 也让他更加清楚 未来的道路该如何走 未来 卢克森将如何在这个 充满挑战的国际局势中 找到纽西兰的最佳位置 还有待观察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次他带回家的 不仅仅是李强的甜言蜜语 还有深刻的警示和沉重的思考 李强访问奥牛 从免签到贸易协定的幽默之旅 话说 2024年6月13日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飞抵新西兰首都惠林顿 这一趟出访 不仅仅是个见老友的简单旅程 而是一次充满故事的外交冒险 李强这次的旅程共计八天 他的目标非常明确 重点访问新西兰 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 然而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 这次充满戏剧色彩的 防扭之旅 看看这位中国总理 如何在外交舞台上展现风采 当李强乘坐的包机 缓缓降落在 惠林顿国际机场时 迎接他的不仅有 新西兰卫生部长Shane Retty 和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 还有一场精心准备的 传统毛利欢迎仪式 据路透社报道 这可是新西兰七年来 中国总理首次到访 场面相当热闹 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 和总督辛迪基罗 更是在总督关迪草坪上 组织了一场豪华的迎宾仪式 三军仪仗队也精神斗久的 进行了检阅 李强一边检阅仗队 一边思考着 接下来的访问行程 他在致辞中指出 中方愿同新方 进一步拉紧合作纽带 加强人文交流 扩大人员往来 这话音刚落 就引来了新西兰媒体的 真相报道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也不甘示弱 表示愿同中方继续深化 各领域合作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 并且满怀期待的于李一 强进行了深度会谈 李强与拉克森的会谈内容 丰富多彩 两人讨论了多项重要议题 包括旅游 科学与创新 贸易合作 甚至还谈到了两国之间的分歧 据新西兰先驱报报道 李强在会谈中宣布了一项重磅政策 中国对新西兰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 并鼓励新西兰在中国举办旅游推广活动 这一举动无疑给新西兰旅游业注入了一几天 强行增也让新西兰人对未来的中纽关系充满了期待 然而这次访问并非一路顺风 发光指出 随着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扩大军事和外交影响力 新西兰与中国的关系也变得愈发复杂 惠林顿试图在经济利益和安全担忧之间找到平衡点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会谈中 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一系列涉及人权和外国干涉的问题 这些话题无疑让会谈气氛有些紧张 不过 李强并不是那种容易被难题击倒的人 他迅速转变话题 强调中国愿意参与新西兰在未来十年内实现出口额翻番的努力 并建议双方加强教育和文化交流 尤其是在汉语教学方面 这样的话题转换显示了他老练的外交手腕 也让会谈气氛重新回到合作的轨道上 李强的访问不仅仅是一次外交礼仪的象征 更是一次关键的战略对话 2008年 新西兰成为首个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西方国家 中国至今仍是新西兰最大的牛奶和农产品出口市场 双方的贸易额已经接近380亿新西兰元 这样的数字让新西兰企业界对李强的来访充满了期待 新西兰纽西兰先锋报回顾到新西兰曾经对中国持温和态度 但随着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展 两国关系变得愈发紧张 惠林顿变得更加强硬 今年甚至还谴责了中国对该国议会进行黑客攻击 并指出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扣成的安全威胁 这样的背景下 李强的访问显得格外重要 在会谈中拉克森不避讳地提到了有争议的南海问题 并询问了中国在该地区的态度 同时他也表示 新西兰对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开放态度 但这一问题还需要仔细权衡 拉克森特别提到奥库斯安全联盟 这是新西兰考虑加入的澳大利亚 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安全协议 这些异议提无疑给双方的会谈增加了不少挑战 李强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巧妙地回应了这些挑战 表示中国愿意通过贸易和投资合作来解决分歧 并强调了和平共处的重要性 他还指出 中方愿意与新西兰共同努力 提升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新西兰纽西兰先锋报指出 李强的此行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即不要把一切都置于危险之中 惠林顿维多利亚大学的地缘政治分析师 杰弗里米勒认为 中国总理可以通过贸易胡萝卜 来软化新西兰的立场 并向惠林顿展示 如果加入奥库斯联盟 他们可能会失去什么 在新西兰的访问结束后 李强将前往澳大利亚 这是他此行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地 尽管北京与堪培拉的关系 近年并不顺利 李强的到访标志着 中澳关系经过一段激烈敌对气候 重新进入调整期 据美联社报道 这次访问为双方经济合作 带来了新的希望 特别是在铁矿石和其他矿产领域 然而两国在地区安全和人权问题上的分歧 依然存在 中国反对澳大利亚在美国和英国的援助下 购买核动力潜艇 认为这是美国通过深化与该地区 其他国家的军事关系 来制衡中国的努力之一 不过 李强的访澳重点 将放在克服分歧和深化经济联系上 这无疑是一个更负建设性的方向 李强的奥牛之行 无疑是一次充满挑战 但意义重大的外交访问 他通过一系列幽默而睿智的外交手段 巧妙地应对了各种挑战 不仅加强了中牛合作 也为中澳关系带来了新的希望 这次访问 不仅展示了李强的外交手腕 也彰显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总之 这是一场值得记录的外交冒险 充满了戏剧 性和意外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详 除了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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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